我不但要面對藍綠 還有時代力量的夾殺 我還要面對最大的司法 檢警掉的壓力 各位想一想 我怎麼可能去做一件 違反選罷法的事情 藍綠現場中東警 二十五號一早大動作 開記者會 先前地檢署提起 當選無效之訴 遭到法院駁回 檢方提出上訴 全案將由台中高分院審理 人已經借用到桃園去 我不知道警政署 這個流信警言 是有什麼特殊能力 還有什麼超強的本事 要到桃園去我不知道 中東警秀出圖卡 說當初檢警調查會選案時 大湖分局處理過程有瑕疵 同時強調調查官 在問訓過程中有不當言辭 秋季旅程在長達 七個小時的偵訓裡面 那這個調查局的官員 竟然有四十四次的恐嚇 然後而且還V到他都哭了 而且哭不止一次 可是他卻在這一個 這麼高壓的一個環境之下 他仍然回答說 我沒有幫中東警買票 針對中東警開記者會 地檢署出面回應 我們有提出一個影像檔的證據 在同一次的買票裡面 先後買票方先後交代了數位的被買票者 那一次給付買票的款項 請問這個如何區分 某幾位是要買票 某幾位是不買票呢 檢方鏡頭前博斥 強調偵查過程中沒有非法取證 另外提到會選案中 法院判了兩個人當選無效 兩個人當選有效 檢方認為院方交代的不夠清楚 依法在實現內提起上訴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